喜歡吃雞蛋糕 請這個動作 小胆子其實是沒有 沒什麼人買 那最少的時候一天購多 賣幾碗 一天可能賣不到10碗 那個時候沒有打退堂鼓嗎 其實有 因為我們光第一年 剛開店第一天 就颱風了 第二年是因為 我們三翔剛好有一個老街 他在重建 整個店面前面是 都是工程 然後我們第二年的 就遇到問題 然後我們就好把剉冰放在發財設廠 喔 改變 那就是我們會賣菜而已 對 所以把店舖推出去到處賣 到處賣就對了 對 沒錯 按照你這樣講啊 你現在生意那麼好對不對 那是不是隔壁也開始會開始 陸陸續開跟你一樣的冰店 有在我們家的對面過一個橋 現在又開幾家 陸續後面有競爭 大概有多兩三家的 但是我聽說你現在光是一個單店 一個月最多可以賣到一百多萬 然後日賣千碗 日賣千碗 這樣一碗多少錢 忘記 這才60 這個才60 這麼多水果 那是不是三峽啦 喂 我們太空分了喔 欸 哪來喔 憲哥 你看我一直在吃 其實我都在做功課 你知道嗎 我們家的 昏貴喔 不是就是人家 很Q 不是你知道 Q可能有一些店家都做得出來 Q很容易 他們的昏貴啊 不是就是單純的昏貴 但白白的給你放在那邊耶 你們有做過特殊的處理 咬下去裡面是甜的 他裡面就 做過處理啦 對 秘方 秘方 沒有 這沒有什麼秘方啦 其實金美美點到的重點 這就是工序喔 你不能偷工啦 一般現在年輕人喔 他不會減料 因為料就比較便宜 大部分都會偷工 我們剛剛聽到 他光是糖 熬了四個小時 對 幹嘛那麼費事呢 你看他的芭樂 你用快鍋 二十分鐘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 味道不一樣 那個味道跑掉 味道跑掉了 而且他們的芭樂 也是用那個美粉醃過 對 還要再醃過 然後水果都是挑過 剛剛他切那個香蕉 你看他長的芝新鮮漂亮的 那你說你現在 你的對面多開了兩家 那你的東西 跟他的東西 中間如何做一個區隔 我為什麼要去你那家 你的店吃 我不到對面吃 因為我們家的料好吃 因為吃習慣了都會講好 對 真的料好吃 服務 我們做服務 那我問好了 我也不能說只吃 就問一個問題 對啊 你滿敬點力好不好 其實因為現在很多的冰店 它會有好多五花八門 很多 可是反而這樣都不知道點什麼 你們是著重於幾樣 還是說你們會一直推薦 例如說八寶兵 你們就叫個超級八這樣子 對 真的 超級八 超級八 我們真的叫超級八寶兵 真的喔 真的叫超級八 年輕人的思維 所以你們會一直創新 對 你想要成功 你一定要不斷創新 那你要怎麼去研發這iPhone 對啊 你要怎麼來 一直吃嘛 你也曾經在研發這些口味的過程當中 倒過很多料是不是 光紅豆 我們就煮 紅豆不就這樣煮一煮 為什麼要倒掉三十鍋 對啊 我們家的紅豆是完整的 我也要做一下功課 完整的 不會破 皮不會破 它不會破 因為很多是爛爛 現在有的還是泥車 它的紅豆好香 我看是好香 而且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要創碗 裡面軟 那個皮不會破 對 你紅豆如果加很多水去蒸的話 水的力量那皮一定破 我覺得是一個重點 就是東西真的不能敷衍 對顧客真的不能敷衍 而且他們家的紅豆 有特別挑選過 特別的飽滿 然後煮起來 重點就是 光紅豆也是要煮三個小時 要 你最近又開了分店嗎 光我去年的時候 我剛當兵回來 然後我存了三十幾碗 我跟大哥就討論說 我想要再開一家 是 我準備好了 然後我們就陸續討論 蠻多細節 因為光第二節 你不能再那麼麻糊 對對對 就認真能工化一下 然後我們就 在英哥 在我們隔壁鎮 大家可能認為說 八千塊創業很簡單 它裡面雖然沒有真正的 很深的know how在裡面 但是它很用心去做 那個用心 絕對一般年輕人做不到 真的 請問一下顧問 我們說第一賣兵 第二是做醫生 第三是開十五斤 有人說現在第一是 插政典 第二是開廟師 第三是做兄弟 現在什麼比較好 我們一般人 我們一般常人來說 還是第二賣兵 第二做醫生 賣兵比當醫生還要好賺 這指的是 這指的是 利潤高 可是呢 大家看到是 直接材料成本 跟售價之間相比 人工成本有沒有算進去 剛才憲哥講到重點 每一個食材的成本 可能不會很高 但是熬煮出來的 所以我會奉勸我們電視機前面的 這個年輕朋友 這個資金多資金少 那是一個先天的因素 但是每一步都要很紮實的做 把你的產品做出特色 像剛才各位一吃 可以吃到它的芋頭 它的紅豆 都與眾不同 完全比較得出來 對 尤其你們做吃的要去注意一點 就是 顧客一吃到嘴裡面 會懷念的味道 那個味道 非常特別 會記在腦海當中 一個味道要拼輸贏 後面沒吃到 會很嚴重 很艱苦 很艱苦 一直在燒 一直燒燒 我想這個沒有 這個部分就是大家如果創業一定要注意 我想說這個部分 產品一定要做到道地要紮實 對 材料要好 然後呢 一步都不能省了 就絕對不能省 嗯 這個樣子你才有機會 可是一定很多人會想說 你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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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待會兒冬天才有三個月 對啊 冬天你真的要賣冰 也有人要吃 所以文軒你們也是這樣子嗎 冬天有休假嗎 冬天就是我的 夏天我不休息 夏天是不休息 完全不休息 我工作時間 幾點到幾點開門 我八點就起床 蛤 賣病要那麼早 因為你要備料 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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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午是最好的時候下 然後收點 我們都12點收點 晚上12點收點 年輕人真的很怕痛 那冬天的話休息多久 大概三個月吧 只休三個月 那你的戀情都維持三個月而已 差不多 你為什麼一直要問人家戀情的問題 他年輕有為啊 而且他們有自己的衣服 這是我們自己的 自己設計的 對 我二哥設計 有做出他們的特色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能很多觀眾朋友 都認為說賣病 他的門檻很低 隨便的人都可以來賣 但是成功 要成功的話非常不簡單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文軒 他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成功的例子 謝謝 好 那顧問我們剛剛看到的三位都是創業成功的例子 但是也讓我們觀眾朋友不要以為說創業成功很簡單 沒錯 那以你顧問的身份喔 你給我們的觀眾朋友一個良心的建議 如果想創業的話 他要注意哪一些要點 好 我想 呃所有的觀眾都一樣啦 不管年輕或這個中年要創業都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剛才三個成功的案例 對 他們是喔 不管是賣冰的 不管是做麵包 不管他是賣網拍 他賣相機 他對這個產品的研究都很扎實 然後另外 產品都有獨特性 對 第三個呢 他是 全心全力投入去經營 不是像別人把他當作副業 他當作副帥 是不是 全心全力投入 你怎麼會做 因為啦 顧客沒有講你們 他們都沒有退路啦 那有時候人有太多退路的時候 就不會再堅持下去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都很堅持 那在這個成功的過程當中 剛才他們也說 在真正成功之前 他們也經歷過一段的辛苦 所以你要熬過那段的 所謂的打基礎的時間 等到你的 這個 都已經準備好了之後 成功自然就是不好 逃鬼心的鬼啦 是是是 非常謝謝顧問 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一個非常良心的建議 第一個當然你要先準備好 而且不要以為很簡單 不要看阿公吃多少錢 你真的要準備好 你如果沒有準備好的話 我希望你再多花一個月 多花兩個月 找一些資訊 然後你要開店的附近 一公里以內同質店 全部把它試過一遍以後 你才知道你的競爭力 沒錯 而且人家說得好嘛 這個創業維艱 雖然我們看到現在呢 有這麼多創業成功的案例 其實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他辛苦的地方 才能走到今天 那也祝福所有想要創業的 這個觀眾朋友都能夠非常的順利 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我們待會兒一句話說 暗年想到全頭路 天更起來不冤枉 想要創業就要感悟 餐餐兩角十五分來才感悟 尤其有一句話叫做 英雄不問出路 流氓不看歲數 是勇敢前進還是原地踏步 是一蹴一勇還是畫地自現 事先做好規劃 讓創業順利成功 沒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幾個創業案例之後 今天我真的得到很多 就是肚子好脹 好吃的運動 對從都知道我也好開心 也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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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